大鬆議員 大鬆議員 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再次參加大鬆來做一個提案 我稍微介紹一下口袋國會 我們是一個國會監督團體 跟我們一起進行國會監督 像公督盟 我們也常常透過國會監督來交流 在在場有好幾位是開放國會委員會的委員 然後我今天來做一個提案 是關於立法委員政治現金的結構化建制 然後這個資料其實是公開資料 然後基本上在監察院的這個 政治現金公開查閱平台都可以找到 那我知道其實之前這裡已經有 好多朋友已經有做過相關的爬梳 那只是我們現在希望做進一步的 這個資料的結構化的建制 以便在未來的各樣的分析跟應用 那這個就是監察院的那個公開查閱平台 那這是我們希望要建制的欄位 那這個部分還要再討論 因為其實跟我們之後想要做的一些分析 或者應用會相關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希望還要 需要大家專業的幫忙 然後更多的這個豐富這個欄位的建制的內容 那其實這個為什麼重要 其實就是我們之前就有一個例子 就是可能立法委員接受了某一筆政治現金之後 看起來是正常的政治現金也是合法的 也沒有對價關係 可是立法委員他在往後的這個行使 他職權的時候 可能透過提案 透過質詢 然後透過一些方式 你會發現原來這個政治現金是有意義有目的的 以至於這個立法委員後來會產生這些 他質詢或者是他提案 或者他行使職權的行為 好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我們希望以後 透過這個分析建制可以去勾集的部分 好 那這個提案的意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希望能夠對立法委員加強他們問政的透明監督和課責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往後可能可以做更多的相關的資料的運用 好 提案到這邊 謝謝 謝謝Joshua帶來的project介紹 我們看別人說 謝謝ivals 謝謝 Hund 謝謝